各位好 今天4月30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这两天日本已经放假了 日本这放假的有点放的有点长 它一共放9天 它主要没有调休这件事 可能国内的朋友们 你们放假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个什么调休 诸如此这些东西 这个就我没法评论 对吧 就因为国内的中国人民勤劳勇敢 那肯定是勤劳这件事情 你不想勤劳 然后也会有人逼着你勤劳 这也没办法 韭菜好好生长 就算挺好的 然后我也出不去 这个只能够在京都这块 等待各路的亲朋好友们 来这边聚会 为什么 是因为总有一些朋友 从国内能够来到日本 现在有点恢复了 当年驻京办主任的职贤 驻京办吗 京都吗 我就驻北京 驻京都办事处 这个主任 经常得接待一下 可能 反正尽量更新 能更就更 是不是喝多了就再说 是这样 这两天有一位 就是咱新发言人毛宁女士 就是我说她长得像贵妇犬的那位 然后她关于长津湖 发表了一通自己的评价 评价如何 咱们到时候再说 我后边再说 数字上经常也弄点 我反正是怀疑 我比较怀疑 就是我这段时间使这个chat GPT 就是经常看着她胡说八道 我估计 我估计毛宁女士闲的没事也用这玩意 因为我知道国务院那边 他们是有专线能够说没有墙子上网的 所以我估计毛宁女士虽然是不太喜欢 这个叫什么境外这些东西经常怼 但是用还是用的 当然如果她用文心一言或者什么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可能用的也是这个类似的AI软件 查询了一下这个长津湖战役的数字 当然环球时报当时提的这问题 对吧 毛宁女士回答的这问题 这个是也安排好的 所以毛宁女士就信口拈来的几个数字 就把大家都震撼了 为什么呢 一说就是说 关于长津湖战役 根据中方战史记载 此役共间谍3.6万人 其中美军2.4万人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 虽然原来也评论过 长津湖那电影的事情 随便看了点战史啥的这东西 这东西很简单 对吧 那就是看了一眼 觉得说这数字不对 然后赶紧的又查了一遍战史 我还不查 说你查美方战史 说实话 我都觉得就是欺负中国这边 对不对 因为中国这边是拿人不当人 往里生田的 是不是能那么准确 咱们不好讲 美军那边 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准确一些的 那就是 我都查了中国的战史了 是由中国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研究部所著的 于2000年出版的 抗美援朝战争史 我查的是这个资料 然后说中国军队 它数字没什么毛病 中国军队是在第二次战役中 共坚敌3.6万人 其中的包括美军的2.4万人 但是长津湖战役 它是第二次战役 就是所谓中国的这边 中共说的第二次战役 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 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是在1950年的11月 我再看一眼小本 我真的有本 真的 有些数字记不住 1950年的11月27号到12月13号 这段时间 它是长津湖战役 当时战损是多少 还是这一篇的研究 就是叫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 这本书 然后当时写的是 中国军队在长津湖战役的结果 是兼敌13916人 你知道 它是这个数字 那实际上毛宁女士 就是毛贵妇 她实际上来说 她把整个第二次战役的 然后整体的 说中国军队所叫什么 就所取得的战果 全的长津湖脑袋上了 对吧 当时美军到底是有多少的战损 是美军自己统计 我还是比较相信 美军对这方面统计的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美军的一个 他的所有的档案更齐全 对吧 第二个 这东西 他对他而言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可说的 而且他们对于军人的死亡 失踪 是非常看重的 在二战到今天为止 还在收集 就是在收集 包括驼峰航线 他们失事的一些飞机的 那些飞行员的尸骨 每一个飞行员 还要给多少钱 你找到 找到尸骨的 像这样的这种事情 我还是更相信美军一点 这个没办法 你让我重 我重阳没外这件事情 你也不用跟我多说了 对 没错 我就是重阳没外 他这至少在这方面 数目自管理 对不对 咱这黄仁宇的说法 那当时是联合国军 一共是三万人 他不是说美军是三万人 是联合国军 因为当时出兵的大概是十六个国家 还有五个国家出的是医疗的部队 这个是联合国军 一共是三万人 那商王 就是连商带王加起来 大概是一万多人 差不多是这样的 其中商大概有七八千人左右 好多也是冻商 对吧 对 他是加了一万多人 是加了一万人 是战斗商 比如说 就是说商王 就是说你死了 大概连商带死是一万人 其中死了大概是三千多人 我记得是三千多人 那个是有一千人 是美国的王牌军 陆战医师 也就是所谓打工医师 好像是 其另外两千多人 是阵亡的 是美军的陆战第三十一团 陆战七师的第三十一团 那个好像也是一个团级战斗群 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 建制的一个团 它是由几个地方调过来的 然后组成一个团级战斗单位 我们现在叫团级战斗群 大概是两千多人 这是他阵亡的人 然后其他是商 还有几千人是非战的那种检员 大概是冻伤的 也是冻伤的 这是他的伤亡的人数 一万多人 然后这一共是三万人 确实是战损很大了 这是美军 然后中国这边所谓的志愿军 大概是全部加起来是十二万人 就是打这三万人 伤亡大概是五万多 但你可以想象之间的战损比 其实相当也是相当大的 这个也是相当大的 那像这样的一场血战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美军确实是被打退了 撤退 而且它是主动 比较主动的撤退 并且同时带走了十万民众 就是说把十万不愿意留在这个北韩这边的人 给带到了南韩那边 就是救了十万人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你说这场仗到底说是谁赢谁输 如果你说当时的被击退 这件事情来讲肯定是说美国人是输了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你毕竟说是你把你原来站的地儿给腾出来了 这就叫输 然后但是要你从战损比上而言 这两个其实相差不是特别大 可是你说战斗力那就天差地别了 对吧 这就不说了 但是你要说整体的从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然后再说到还包括营救这些普通民众而言 我觉得美方是赢的 这方面可能大家各有这种各有所谓的衡量标准 对吧 您可能的衡量标准是说我只要占地就行了 对吧 死多少人无所谓 那行没问题 将来说不定您还有机会填在台湾海峡里 这个我相信您这种思维应该现在去报名参军了 我恭喜您 我恭喜您 将来说不定您在中国的类似于靖国神社那块 也有个牌位 靖国神社没牌 没多少牌位 都是一卷一卷的人名和数字 您最大的可能是干嘛 您最大可能是负灵于咱天文广场树那根中华人 英雄纪念碑 对吧 您可能负灵于上 为什么 无名英雄 您也只能当这无名英雄了 大概是这样的 毛女士还有一个说法是比较扯淡的 就是说当时沃克中将 第八集团军的司令沃克中将 然后他因为这场长津湖战役出车祸 殒命于此 这事就比较扯了 为什么我一直说 我相当怀疑毛女士 她实际上是用的Chat GPT或者文心一言去找的资料 大概是就因为如此 因为沃克中将的死是在12月23号在汉城的郊区出车祸 然后不幸去世 后来就是李其威直接接管了他的指挥权 整个指挥权 然后在后几次的战役中打的差不多 然后最后逼合了 就是互相之间都是不想再往下打了 到了三八线 实际上最后的成果就好多人在说 说这所谓中国所谓的抗美援朝 然后别人说的是朝鲜战争或者韩战 这个到底是谁赢谁输 说中国赢的是它有这么个根据 说原来不就三八线吗 对吧 你打了半天 你还不是又回到三八线上去了 这个事情 您自己回去看现在的三八线 原来最开始在开战之前 三八线是一条直 基本是一条直线 它是直的 就是北纬38度线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现在的三八线 它不是一个直 它是一个正旋波 它这一块是往南汉这边凹进去一块 然后这边往北朝鲜那一块 是突进去一块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以北纬38度线为轴 它是一个大致有点正旋波的感觉 实际上而言 到打到最后 互相的阵地和实际占领的地域 是犬崖交错的 南韩得到的地盘还稍微的多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你说就打回38度线 又回复原状 这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真实的情况 可以说是投机不成18米 然后如果你要说 美军参战了 你也不就打到这个成果上吗 大概是这样 当时应该是说美军在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些 包括联合国军 有一些战略上的失误 最开始是非常牛逼的 人川登陆 麦克阿瑟直接人川登陆 所谓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 他老人家最高光的时刻 除了从菲律宾那跑路之外 就是后来 吊着他那玉米兮烟斗 步上菲律宾海滩 那也是高光时刻 另外一个高光时刻就是人川登陆 确实神来之彼 七十八十就给北朝鲜的军队 当时就给反推回去了 一直推到鸭绿江边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说人家是能够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算赢呢 因为当时整个的南韩所控制的地域 只有釜山那一小块了 拼命守住 因为如果你守不住整个被人推下海的话 美军上来也是没啥用的 所以他美军一下打过去之后 拦腰截断 然后整个的把他的装甲部队 北韩的装甲部队给干平 因为北韩当时的军队 一个是苏联武装 另外一个是中国把两个师的兵力 就是朝鲜族的兵力 交给了金志成 让他因为那已经是打完内战以后 跟南韩军队的战斗力 完全不是一个党次的 确实是当时最刚开始的时候 赤出破竹 而后来美军一上七十二就给退回去了 然后美军就停留在三十八多线 他当时也没有觉得说 中国一定会出兵 可是中国就在苏联的指使下就出了兵了 而且是秘密潜入的所谓志愿军 是当时刚打完仗 刚打完所谓的解放战争 也就是中国内战 把这些兵就给运到那边去了 接着打 很多时候装备什么都不齐 但是必须要说起来 在中国的这种军队的 当时的战斗意志是非常强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长津湖那个战役 他就真的可以说就在那 变成那个兵雕连 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你作为一个当兵的 他们本身当时战斗意志强到这个程度 也是很罕见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互相之间打了几次战役 对吧 本身就在第三次战役 应该是 就好像是还是第四次 就已经被李奇威给打了 但是就反推回去 又把中国军队也反推回去了 中国军队那会儿 只有一周时间的战斗力 他的后勤补给只能够扛过一周 多扛是扛不了的 这种水平相当于什么水平呢 类似于在西班牙征服南美洲时候的 是阿斯特克 是玛雅 反正就那边南美那边的印第安文明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战斗力 大概而言也差不多是一周 因为他们那个 他连轮子都没有发明 对吧 他们是那样的一个打仗的模式 他们的能打仗也就是抗一周 所以他那会儿的战斗力 大概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续航能力就差不多 电池不太好 是这样的 所以反正也是被打得够呛 到最后呢 说实话 就是你说这东西的输赢啊 真的很难讲 那中国是不是赢了呢 怎么说呢 死那么多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本来自己还想跨海 跨海东征 去把台湾也收下来 把蒋介石赶入大海 太平洋也没做到 至于说北韩赢没赢呢 怎么说呢 北韩现在这个操级 你要说他是赢了的话 说真的这个确实有点亏心 那到底谁赢了呢 美军美帝赢了吗 美帝应该说也没犯赢 自己呢 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呢 说去也死了那么多的人 然后还有只保下了那会儿的一个 叫什么 这是李承晚吧 那么一个政权 对吧 对然后来韩国民主化了 还行 但是毕竟那个时候还差一点意思 这个你说赢了吗 也没有 最后赢的是谁呢 赢的是苏联嘛 最后他还是在那个背后操纵啊 然后呢 这个自己这个又收俩小弟啊 消磨了小弟的这种能力 对吧 你的独立的能力又差了一些 这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的 真正赢家呢 应该说中韩 就是两个韩啊 北韩南韩 还有美国都没算真正的赢 真正赢家呢 是苏联 就我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 个人一个看法 所以呢 怎么说呢 现在再拿出这个说事呢 就像咱毛女士说拿这个说事呢 环球时报提问 她来回答 这一个说法 其实这段时间说所谓的长津湖这个战役 也就是这些年开始提的 原来根本不提这玩意儿啊 这些年开始提主要的来讲 还是说为了对对抗美国给中国这些增强信心 增强对中国的军事的信心 那你想啊 我们跟那个美国人 原来美国人呢 如果八国联军的时候 你肯定打不了 跟人打不过 对吧 那打抗日战争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是咱们的盟国 你又不能说什么 你虽然你自己吹牛逼 自己是中流砥柱 但是你毕竟还是人家帮着你帮着你中国在打仗的 那能跟说美国真正开战的这种能是哪 那就只能是说朝鲜战争了 军事上这些 而且呢 是要给自己呢 立一个特别牛逼的牌坊 除了中流砥柱这件事 这砥柱呢 有点心虚之外呢 那另外一个 觉得自己硬碰硬的胜利 对吧 是在这个朝鲜战场上 说至少说 我可以把美国又给扛回去了 就是说扛住了就是胜利 这话也其实也没错 在一个出生的政权 然后呢 是这装备什么的 完全不能跟人相提并论的状态下 扛住了 其实也确实算是某种逞托上的胜利 那这个咱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呢 那拿出来 先到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长津湖啊 这些东西拿出来 说事的这个时候 那就是说呢 他其实心里还是没底的 他只不过用这玩意给你打鸡血 看着没 当年我就能扛住了 现在我们还是能扛得住 您想想看 您打了 比如说就像某拳击手似的 说以什么为最高目标呢 能够打满12回合 那就算没倒 这就算是赢 那你要以这个目的来说事 那你这底气如何 大家也都知道了 大概也就是如此 所以呢 我倒是觉得 长津湖这种事能说就说 不能说也就算了 因为你原来的好多的这些 包括像这个你看自己编短的战史什么的 你如果有人愿意说感兴趣 直接去查一下 对您的这些形象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对吧 你比如说12万人敲人家3万人 然后还被人给切了5万多 人家确实也损失散众 还被人弄走了10万民众 这种事真的没什么可特别光彩的地方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几句